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101问 我们在主导文的第一项祈求中 祷告什么呢 回答 在第一项祷告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这句话中 我们祷告是求上帝赐力量给我们 以及他人 使我们在他用以显明自己的一切的事上来荣耀他 并且也求上帝行作万事 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祈求是指所恳求的事 那么主导文里有六项的祈求 前三项是关于上帝 后三项是关于我们自己 那么在第一项祈求当中 我们祷告两件事 第一 愿上帝的名在所有人身上都被尊为圣 或者得着荣耀 那么第二 愿上帝的名在所有的事上都被尊为圣 或得着荣耀 阿们 那么在圣经当中是怎么启示我们的呢 首先在诗篇 六十七篇 一到三节 经上记得说 愿上帝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上帝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阿们 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经上记得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上帝 依靠上帝 归于上帝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主 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的圣灵 大大的充满你 让你在地上的日子 荣耀他 尊荣他 赞美他 赞美他 敬畏他 因为我们的上帝 乃是烈火 阿们 阿们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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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